今天这个天气在这个软件上显示日落出现火烧云的几率为32% 这个指数差不多其实就是根本就没有 几率非常的低 而我现在的风景是这样的 我认为还是有一定几率会出现火烧云的 至少目前我看到天空的这个情况呢 我觉得有细 为什么说有细呢 这个主要是来自于西边的天空 你看这个是太阳一会儿落下的位置 有个窗口 天边和地平线中间是没有云挡住的 那么就说明当太阳降落到接近地平线的位置 那这个时候呢 所有现在咱们面前的这些云 还有我这边天空的云呢 都会被打亮 那这里会出现一个火烧云了 火烧云可遇不可求 您看一不小心就让我给遇上了 今天呢 咱们就来聊一聊 作为城市风光摄影师 我平时都在使用哪些手机APP来预测天气 能够帮助我提高拍摄的效率 希望对大家也有帮助 看过我城市行者日出教程的那期的小伙伴们肯定知道我去年有多迷恋计算天气这事儿 又学习云的形状又学习气象知识什么的 然后经常看本地的天气一报 就是特别希望每一次都能出来拍到火烧云吧 毕竟这个岩石要是没有这种火烧云 哎这效果呢就稍微差点了 所以去年花了超级多的时间在这上面 今年其实反而变得佛系了 就是有时间就出来 只要是晴天天气不错 但是呢我也还是会参考 Alpenglo这个火烧云的软件 看看它的指数 如果它指数确实特别高 而且那天我刚好有时间的话 我就肯定百分百会出来 然后做足功课带什么东西 但如果它的指数比较低呢 我还是会去看一下这些云的数量啊 今天的天气一报啊等等 比较用自己的这个判断率去判断一下 然后反正带点东西就出来了 其实今天是一个 也是煤太有这个准备 说它肯定是会出现火烧云 但是还是多多少少做了一点点的准备 所以说咱们信也不能全信 这个度很难打捏 所以说这个摄影不要太多的期待 期待太多反而会失望 像今天这种完全没有期待的 这效果我还觉得还挺惊艳的 所以平时我不光是看这个软件 给出的结果 我还会看一个叫做Clear Outside 这个软件 它可以列举出今天 我所在的这个位置 天空的低中高三个云层都有多少 当然了也不是百分百的准确 我们还要看现场天空在地平线的位置 有没有开口 还有一个软件是这个Astrophic 这是人家拍星空什么天文之类的 总之呢这个名字你看它就跟这个天文有点关系 这个软件呢我主要是看它这个实时的云的这种云层图像 这样它可以显示在纽约上空现在有多少云 然后这些云再往一个什么方向飘动 那我主要用它呢是看这个 这个软件它也是分免费版和付费版 这个免费版就已经足够了 大家可以去下摆一个 除此以外呢我其实付费还买了这个Windy 但我觉得这个软件好像 其实我用的不是特别的多 搭配刚才那两个软件呢 我基本上其实就够了 所以这个软件呢今年我就不打算续费了 它其实也是可以看到这个云的飘动的方向 但是这个Windy呢它有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雷电啊或者是现在的一些非常复杂且专业的功能吧 如果大家需要这些功能呢可以付费买这个Windy 如果觉得没什么必要只是看个云的话 那我刚才推荐那个Astrophic就够用了 以上这几个软件 基本上除了这个预测火烧云的 其实都是免费的 所以大家不妨下载一个试试看 至于安卓手机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这个是个苹果 没有使过安卓手上没有安卓的设备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如果你也喜欢旅行和摄影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我会感受到来自小宇宙另一边的你 我们一起玩摄影吧 如果你想要深度又系统的去学习 欢迎来看看我精心制作的 《城市行者》系列课程 在我的官网和B站都有出售 十几个拍摄案例 详细讲解了从前期的准备到拍摄现场 再到后期的整个全过程 这不仅仅是对基础知识的深度讲解 更是分享我在多年来总结的经验和习惯哦 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